赤资47亿元新建的和平计划炉 将在7月试运转来处理花莲的垃圾 而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的成员 特别进行了实地的考察 在简报中环保局表示 初期将先收运北区 以及部分中区乡镇的垃圾 明年年同南区乡镇市的垃圾 也将会送到和平来处理 而目前花莲市以及吉安乡 无法处理而堆滞真空打爆的垃圾 约有15万公顿 也会逐渐的去化来解决垃圾的危机 花莲县每日的垃圾量 约有174万公顿 部分的乡镇有垃圾也埋场 而花莲北区五乡镇 垃圾常年运往宜兰 立着焚化炉焚烧 花莲县议会财政小组 为了了解即将在7月 试营运的台泥气化炉 是否能够如期在7月进行试营运 在财政小组总召黄新议员的带领下 特地与花莲县政府财政处 以及环保局进行实地的考察 那试用下个月就会来推动 那目前比较困难的是 花莲市跟吉安箱的部分 垃圾的堆积量已经是78万吨 包括打包的部分 还有我们现在堆积的部分 现在是很困难 因为宜然立着的部分 收受我们的垃圾 一再的减少减少 那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跟台领的部分 有做相关的一个约定 那产业用BOO的方式来进行 那县政府只要站在监督辅导的一个单位 来进行就可以 那将来垃圾的部分 我们比较不担心 如果台风天路断的部分 或者是立着在税修的时候 我们垃圾就必须堆置在原地 那因为吉安比较靠近住宅区 我们江村区的部分 所以老百姓往往对于垃圾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大概错位的部分 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老百姓都会抗争 我们现在要送到台领的部分 每天是200公顿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部分可以来 就是把那个堆砌的垃圾先处理 不要造成就是花莲市跟吉安乡 因为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市 跟花莲市跟吉安乡 是一个观光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是不是先把这些垃圾先处理 那是在昨天台领这个切花卤的部分 那么还有就是因为它目前是还没有到南区的垃圾 是还没有进到这个台领计划如来 那么就是在明年113年跟后年的114年 是预理证跟光复箱 那昨天林南也有请台领就是说这个规划在南区 瑞税 浊西 富里的部分呢 是什么时候会开始进场来 这个都要跟我们就是议会来做一个说明 那么再来今天的一个观望 那四月汇气物当然会有很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县府能够辅导跟台领这个区块里面 是不是能够多多少少的补贴我们的这个 这个废气物的部分的处理 因为老实讲 我们的这个饭店业啊 餐饮业啊 我们其实是很多 然后外来的观光客又多的话 那相对的垃圾也会很多 那四月汇气物呢 何气何闯 他们必须要到利泽去 那利泽的路程呢 又那么的遥远 那如果说可以在台领的话 我想可以减轻我们 这些民众的这个付出的一个 这个费用 那这样的相对的就可以 弥补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那四月汇气物 其实也是一个蛮头痛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也希望说 台领跟我们县政府 能够做好 弥定好一些补助方式 宜兰立泽焚化炉 从2020年底 检收花莲县垃圾焚化处理量之后 和平台领气化炉的市营运 解决了花莲县的燃眉之急 而目前花莲市以及吉安乡 共有约15万公噸的真空打包垃圾量 等待去化 花莲县环境保护局也表示 其中堆滋部分的垃圾量 预计在明年就可陆续去化完毕 而真空打包的 会陆续进行去化的过程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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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